获得本年度最佳男歌手的是 魏永燕 首先感谢进取奖对我的认可 也感谢我的家人们 还有各位粉丝们 今天在这里 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如果不是他对我的支持的话 我想我现在 应该还只是一个外满园而已 永燕 你终于实现了你的梦想 成为大明星了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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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打的急救电话吗 对 是的 快救人吧 这是哪儿 脱河脱 我的记忆 我这是 穿越了 而是 是他救了我 永燕 是你救了我 你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曾经许诺过 如果我能拿到这个奖项的话 我就会公布和他的关系 我做到了 这个人 就是我的女朋友 以后也会是我的妻子 跟王冠修可是大型 据说有个女人一直支持他 那个时间他的梦想编卖家长工才出道 永燕 我也准备好当你的妻子了 在这里我要向所有人宣布 这个人就是 西月 西月 什么 竟然是荆取天后黄西月 什么 西月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愿意嫁给我 你不是说好了成了剑举歌王之后就娶我的吗 这是干什么 你是谁啊 永燕会娶你吗 现在的安保人员都怎么回事啊 把一个私生饭都放进来了 赶紧给我赶下去 私生饭 永燕 你快跟他们解释 我不是什么私生饭 我是你女朋友啊 真的不好意思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再说了 我的女朋友 从头到尾就只有西月了 你是做人了吗 别说什么 她是你女朋友 那我算什么 永燕 永燕 赶下去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把一天都给了你 你说不定我情我 原来是私生饭啊 这当然太恶心了吧 西月 你说的对 只有在这个进取舞台上面高调宣布 才是甩掉她的最好方法 而且这个头条新闻才会更炸烈 这也算是 炸干她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 当然了 只有这样做 媒体才会认为她是私生饭 到最后她说什么 都不会有人相信 永燕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怎么还在这呢 怎么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永燕现在可是华语净曲歌王 你就是一个底层的垃圾 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 你现在配吗 永燕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她说的是真的吗 没错 那种穷日子我是过够了 我现在想要成为人上人 我想要成为天王 而你呢 只会是我的累赘 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 好一个 没坠 魏永燕 你混蛋 要不是我编卖家产给你写歌 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你出道 你能有今天吗 的确 这三年你帮我写了不少歌 但是我请你记住 让我红的人不是你 而是西域 她一句话能让我成为天王 你可以吗 会写歌有什么了不起啊 没有资本运作 没有资源人脉 你就算写得再好 都不会有人听见的 霍晴 别说我不讲旧情 你把这个签了 我就给你一百万 算是这三年对你的一些补偿 补偿 这些年我打三份工就为了供你出当 你还我的合纸一百万 够了 你到底欠还是不欠 如果泄露两人关系 为约近一个亿 我永燕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怎么 你还不明白吗 你不就是看着永燕火了 想飞上枝头当后座 嫁入豪门当少奶奶吗 然后呢 拿着以前你们在一起的证据 好长期要挟永燕 对吧 你就是这么想我的 是这样的欧晴 防人之心不可恶 我也只是想睡个安稳觉而已 毕竟 没人愿意把炸弹放在身边 我要是不签的 不签 跟我斗 你斗得过那资本吗 我有一万个办法 让你消失 恶永燕 你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你竟然这么讨厌我 当初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我 好 你今天说到这儿了 我就实话告诉你 其实当年 我根本就没想要救你 是你打的急救电话吗 对 是的 快救人吧 什么 你竟然一直在骗我 要不怎么说你傻呢 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分不清楚 就敢把自己的家伴全部变卖 我永燕 笑什么 我笑你目光短情 但可以继续利用我 让你更上一层 但你太着急 你要是晚点踹掉我 说不定你还真能成为国际巨星 我 我没听错吧 你一个服务员 说是 要把永燕捧成国际巨星 你开什么幻想 真到你真 不行 能让我更上一层楼的人 是西月 不是你 甩掉你 才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行了 赶紧把他签了 懒得跟你废 好 我签 你别后悔 行了 尹燕 看这种垃圾机叫什么 等你成功拿下谋面歌王 我就把你统成国际巨星 上车 尹燕 我背下你成为歌王之后 把这些万语歌曲都送给你 祝你成为国际巨星 可万万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种人 接下来 王晴要自己冲到 我有一点 你会后悔 cara 我一天 你会后悔 我一弹 慧永燕 知道为什么 我不把一些金曲给你唱吗 因为你的唱功一言难尽 根本教育不了 这熟悉的声线 很难让我们听不出来它是谁呀 我给通过 台风非常稳重 唱功也非常成熟 通过 天啊 这不为是歌王温泳焰吧 永燕 我的偶像 这肯定是节目组合编排的吧 两位黄西叶战队的 这队身体简直太有歌了 永燕 没错 这位选手的现场实在是太完美了 这首歌就好像给他量身定做的一样 我给通过 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三通过的选手吧 果然还是得我卫哥 卫哥 不好意思 我觉得故意油腻 不夸做错 我不喜欢 哦 周天王 你这么做是否有点有失公寓 现场这么多人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怎么 黄老师在质疑我 那 那 那倒没有 很好 三位评委都给了通过 那么接下来 有请选手见面 永燕 果然是卫哥王 永燕 永燕 我虚心接受苏天王的点 只不过 我觉得今天在场的选手 应该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会成 苏天王 民众的眼睛 可是血亮呢 有请下位选手吧 好的 那我们请卫哥王在一旁稍息休息 选秀继续 让我们有请接下来的出场选手 他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 居然是个人原创 泡沫 原创歌曲 现在原创歌曲都这么不值钱了吗 泡沫 我看不如叫泡汤算了 请开始你的表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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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受了多大的伤 才能写出这么一首歌 它的声音充满了故事性 虽然你改变了唱法 隐藏得很好 但我还是听出来你是谁 我给你 通过 舞台感染力太强了 我给你 通过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你的唱功 比我听到的任何一位歌手的唱功都要好 而且你的歌曲 也十分让人感动 我想问一下 这首歌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 这首歌的名字叫泡沫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写这样的一首歌 就像歌词里写的 就算被骗的我 也是幸福的 但谎言就像泡沫一样 一碰就碎 我把自己的真心 挫付给了一个渣男 我把一切都给了他 但到头来 却是一场空 可我干嘛 黄老师 您的评价是 这个歌词吧 写的是挺不错的 但是这曲 在我这里没有过关 而且 我觉得你 黄老师 这几年你有什么作品 比这首歌好听了吗 我 苏天王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有吗 我 苏天王好难啊 一点前面都不给他的 没办法 谁叫人家是天王呢 人家有这个姿务 谢谢王 放心吧 迟早有一天 我会把苏贞踩在脚下 帮你好好除这个恶气 无论是你的 曲子 歌词 唱功还是台风 都堪称完美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看你是谁 通过 通过 我也想知道 你究竟是谁 我给你 通过 天哪 全场第一个四连通过的选手诞生了 就连歌王魏勇艳 也仅仅获得了三个通过 究竟这位神秘的歌手会是谁 让我们敬请期待 究竟他是 他是素人 猫情 什么 居然是他 杨姐 把车停一下 苏贞 你别多管闲事 带飞机呢 停车 苏贞 没事吧 没事吧 醒醒 醒醒 救 救我了 杨姐 快 素贞 你是不是疯了 他 只有中心吗 有事故 快来救人 苏贞 快 赶不上飞机了 走 当年坐着他 没想到竟然是个歌手 这人怎么看起来这么年少呢 不是说他只会写这首歌吗 为什么还唱这么好 我也不知道啊 我我从没听过这场歌 我还没这个骗 你又没让他知道 就你那笔波诗 早晚要拜 放心吧 我这就用他出师为己深心思 恭喜你欧小姐 通关了 慢着 这首歌曲 根本就不是他的原唱 是他嫖妾我的 你说什么 刚刚他在演唱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很不对劲 现在我可以躲定 这首歌曲 就是我未经发表的原创歌曲 被他剖泄去 还创改成了这样 魏永燕 可真不要你 什么话都敢说 我是堂堂的禁曲歌王 不会用我的名声来污蔑你不成 对啊 被歌王完全没有必要啊 身为一个歌王去污蔑一个素人 傻子都不干这事啊 魏永燕 你的意思是 他剖泄了你未发表的原创歌曲 并且将它篡改成了这首荒漠 然后来参加这个比赛 没错 那我倒想问问你 他是怎么剖泄你的原创歌曲 难道 你把这首歌放进你家门口的垃圾堂 还是你们家的下水道 冲出去 被他给挤到了 不听王说的对啊 没发表的歌曲 他怎么得到的 总不能说人家上门去投的吧 我 魏永燕 你撒谎 我没有 没有 那我倒想问问你 你怎么证明这首歌是你的 如果你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 我严重怀疑 你是想把这首歌 站为机友 这该怎么办 魏永燕 我看你怎么变 他 他就是我的初恋女友 我想起来了 这不是前两天 就想永燕的那个私生犯吗 没错 他就是前两天 在近期保安奖典礼上 一直纠缠我的那个人 小香 给他退险 这可是大型玩 欧永 你到底怎么样才可放过我 你就非要毁了我才安心吗 魏永燕 你在说什么 各位导师 观众朋友们 他是我的初恋 但我早就已经跟他分手了 但我没想到 在我说话之后 他就一直拿这个事情来要挟我 让我给他闲话 满足他的欲望 我如果不答应的话 他就用我们的恋情来胁迫我 这也太可恶了吧他 对啊 简直是岂有此理啊 原来是这样 永燕 你放心 今天有我在 他凶想占你一点便宜 我不愿意继续被他要挟 最后不得不妥协 跟他签了一份协议 一次刑 一百万 我本来以为他拿了钱之后 就不会继续纠缠我 可是 他把钱花光了 就继续来骚扰我 去我家门口堆 去金戈堡 搬离现场 甚至还跑到了这儿 他一直纠缠我 一纸阴魂不散 魏永燕 你 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如果大家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有证据 这一份 就是我跟欧晴之间的协议 永燕 让我看看 永燕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而是一个人 勃勃地承受他的威胁 算了 他毕竟是我的初恋 我本以为这次拿了钱 就会放过我 没 没想到 他还是没能 啊 永燕人也太好了吧 都到这份上了 居然还亲自手乱 这欧晴也太可恨了吧 这协议是真的 白纸黑字 欧晴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欧晴 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想出道 门都没有 欧晴 你到底怎样才能放过我 让我求你了行吗 魏永燕 你是真不要脸 这首歌什么时候成你的原创了 你唱的那么多歌 哪一首不是我给你写的 现在都反过来咬我一口 你觉得 我们会信你吗 来人 把他护出去 这样的人 没有资格待在这里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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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下去 滚下去 滚出去 滚出去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女的太可恶了 当四圈半就算了 没人还收买音讲师啊 太委屈了 我没有 现在证据确凿你还在想念 你真的是太老实了 苏天王 如果歌唱选手小唱 该不该取消比赛几个人 如果是假唱 确实该取消苏天王 听见没有 你根本就没有四个站在上 赶紧游滚 慢点 苏珍 看起来长冬已经中 确确凿了 你还等什么 魏永燕 我想问你 你是否还有未发表的歌曲 暂时没有了 只有这一首 很好 苏珍 他到底要干嘛 干嘛这事 你确定泡沫是你原创吗 当然 你确定没有假唱 我确定 嗯 好 从你的位置到我这儿 大概有七步的事 如果你在这七步之内 能够创作出一首原创歌曲 并且在现场清唱的时候 那我就确定你没有假唱 你敢吗 我还以为苏珍是想帮他 没想到是想害他呀 七步正能写出一首歌 真把他当成草职了 小米奇 万一他还有错话 放心吧 就算有 他也不会唱 苏天王这招高啊 给足了卫永烟面子 也给了欧情证明自己的机会 而且这节目效果拉马 这简直是三杀呀 请问欧小姐 你敢吗 不必 不敢就算了 我是说 不必七步 你说什么 七步 我能唱七首歌 什么 七首 你开玩笑呢吧 你的意思是 你每走一步 就能创造一首新歌 没错 疯了 这简直是疯了 真是大言不惭 自寻死路呀 欧情 你要是在七步之内 能写出七首歌 我今天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你赔礼道歉 这就不是人能做到的 如果你真能做到 我王峰愿意拜你为师 你要是能做到 我这位置 让给你了 啊 真是逃妄至此 这样 你要是能换得 我 我把参加格莱赛的新歌 这样 格莱赛的名额 要知道 这可是四年一届的 世界格上比赛 往见我们大华名人的入园 今年的图了 有办法在大华里去 才有战略的图 王熙悦就是其中之一 好 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 熙悦 这后不会赌得有点大了 那你要是办不到呢 我若做不到 套莫这首歌就送给你了 我公开向你道歉 并承认自己道歉 全部赔偿 由我一个人承认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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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够 如果你办不到的话 我让你当众发光 跪下来唱征服 你敢吗 什么 发光衣服唱征服 这也太狠了吧 黄熙悦 你未免太过分了吧 他可以选择不接啊 我又没逼他 要是办不到的话 你现在还可以求我放过你 好 谁怕谁 好 有种 现场可录着呢 单换 可没有后悔的余地啊 单换 是你 拿起来 等等 你听好 好 待会儿你可不能拿一些奈云充数的歌 来糊弄我 当然 接下来这几首 如果有一首比泡沫差 都算了 好 这可是你说的 泡沫已经算上上这阵了 还要拿出踢手 你确定吗 我确定 真是狂妄啊 好奇啊 你自己作祖 可怪不了我 俏梁小丑 待会儿看你怎么下台 那等一等 一等